关于大S在韩国生子的传闻 聚军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明确否认了 大S作为流产过两次的人 生孩子对他来说不是在鬼门关走一遭这么简单了 聚军业不可能让他冒险 婆婆看儿子坚持也不可能逼他 出人命可不是小事 聚军业在否认大S生子的时候 疑似内涵内娱不如寒梅 在我看来聚军业是飘了 回到韩国后上了几档综艺节目 就忘了自己是从哪活起来的 不过这也顺了内娱网友的心愿 终于看不到大S和聚军业上热搜了 聚军业否认后不仅自己和大S受到了影响 张兰也遭到了吐槽 张兰曾在直播中装孕妇内涵大S生了三胎 如今正如否认了张兰被朝蹭热度无底线 张兰一开始在直播间吐槽大S是为了给自己和网友出口恶气 如今都变味了 吐槽大S成了卖货和增加流量的密码了 得知聚军业否认后张兰脸上挂不住 竟然公开表示不再提供抚养费 没了提款机 大S和聚军业两人用什么养孩子 这对大S一家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为了汪小飞的安全 张兰终于清醒了 把大S喂饱后还抓着汪小飞不放 这样下去不仅耽误了汪小飞的后半辈子 还耽误了汪家 那S知道汪小飞和张兰最在意的就是两个孩子 只要两个孩子在她的手里 她就能一直作妖 反正孩子不会回到北京 长痛不如短痛 直接不给孩子们抚养费了 赶紧让汪小飞结婚 再生几个孩子才是正理 对于张兰突然做出的这个决定 网友纷纷表示恼羞成怒了 张兰是被聚军业的否认惹恼了吗 在我看来不是 张兰做出这个决定是不想再让儿子汪小飞被大S拿捏 是想明白了 如果真是恼羞成怒 张兰一定会在直播间反击 而不是恼羞成怒不给孩子抚养费 张兰是出了名的疼孙子 这个决定肯定是深思熟虑过后才做出的 张兰的这个做法有人说对 有人说不对 说对的人觉得这样大S就拿捏不了汪小飞了 只能靠自己抚养孩子了 说不对的人则是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触犯法律的 另外张兰都不在意孩子了 大S和聚军业还会吗 长久之后孩子就成了累赘 现在月月已经出现了问题 经济条件下降后问题会不会更加严重 个人认为张兰的这个决定虽然是正确的 但不能彻底断 应该慢慢减少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张兰给抚养费是为了孩子 这是汪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件事不能开玩笑 也不能轻易做决定 估计张兰很快就会收到大S的诉状 汪小菲和大S之间的闹剧 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结束了 还希望大家忍受一下 接下来说大S在韩国生下双胞胎 聚军业亲自辟谣 大部分是假的 没当天 近日聚军业接受韩媒采访时 回应了一条假消息 引发网友热议 他表示中国报道的大S生双胞胎是假消息 并且中国部分刺激内容大部分都是假消息 此前一些网友爆出重磅消息 声称大S为聚军业淡下一对龙凤胎 随后还晒出疑似大S坐月子的照片 从图片可以看到 一个女士正在床上躺着 身体看起来十分虚弱 甚至还梳着调频 然而由于照片有些模糊 很多人难以辨别照片中的人是不是大S 并且还有人发布消息 声称聚军业的母亲拒绝伺候大S坐月子 态度异常的坚决 不同国家价值观也有所不同 更何况韩国是一个男权社会 女性地位很低 大S的处境十分艰难 如今聚军业已经澄清了事实 这场风波也该结束了 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去考虑 大S为聚军业生儿育女的可能性很小 首先他抚养两个孩子的钱 全都是汪小菲在支付 大S基本推出娱乐圈 以后再想发展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经济是个大难题 其次 聚军业有多少毛票 相信大S比谁都清楚 他那么精明一个女人 会如此冲动吗 最后 大S和聚军业的婚姻 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甚至有人断言 两人撑不到最后 三五年就会分手了 婚姻路上充满荆棘 多一个孩子只会多一分负担 大S不会冒这个风险 当然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大S的身体状况 因为汪小菲一早就说过 前妻有癫痫 早就不适合生育了 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总的来说 大S这边没有太大的进展 聚军业频频登上韩宗 疑似趁火捞钱 为今后的生活做打算 对比她来说 汪小菲这边的发展简直就是神速 8月26日有媒体爆出汪小菲和靓女一同吃大排档的照片 只见美女穿着吊带背心 打扮清凉 宛如模特一般 两人在吃饭期间一直聊天 兴致勃勃 关系看起来十分的亲密 不过台媒表示 汪小菲当天的精神状态很好 但脸上似乎有伤 她虽然戴着帽子 在眼下有大片的淤青 看上去触目惊心 随后汪小菲在直播期间一直佩戴墨镜 眉毛处有缝针的迹象 疑似和别人发生冲突 对于这个说法 汪小菲没有正面回应 一向大嘴巴的张岚也直之无物 两人的举动引起了舆论的高潮 令人生疑 两天之后 也就是8月28日 一位富婆晒出自己与汪小菲的合照 两人看起来十分登对 简直就是狼才女貌 该女子究竟是谁 据悉汪小菲的麻六计 已经开到了广州 事业正得意 随后她前往广州一家高档酒店庆祝 并偶遇富婆 富婆外形俏丽 据说是一名网红 身价颇高 两人站在一起 被赞有夫妻相很般配 两人的关系 没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最多就是相互认识 单凭一张照片 不能说明问题 看到大S和汪小菲的近况 不少人替女方感到惋惜 放弃一个爱你又多金的男人 选择去爱巨君业那种 只会说没有行动的男人 算不算悲哀 事实证明 爱不是靠嘴说的 而是要付出行动的 大S的确很作 可他不傻 巨君业用自己不穿的牛仔裤 做包包 第一顿见面餐是韩国盖饭 这对大S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侮辱 一向大手大脚关了的大S 不会一直包容巨君业的寒酸 即便他嘴上不说 但心里一定是嫌弃的 作为丈夫 巨君业完全可以对妻子说 不要三番五次找前夫要钱 我可以养你们 但他没有 可见爱情有时候是复杂的 大家看到的只是表面 忽略了这对夫妻的内心 笔者觉得 巨君业能给大S最多的 就是情感满足 这源于二十多年前的心有不甘 但真正得到后 你会发现这段感情也不过如此 与其把精力放在无休止的情感瓜葛中 不如踏踏实实搞钱 汪小飞的做法就很明智 最后希望巨君业向汪小飞学习 整天情情爱爱的没有用 能撑起一个家才是真男人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